一下 兩下 三下 小朋友賣力的為CPR人偶安妮 進行心肺復蘇術 認真的模樣看起來不僅可愛 同時也很專業 而小朋友在專業消防人員的 細心指導之下 除了學會如何進行CPR 同時也增長他們的防災知識 這個活動讓我覺得 會讓我們提升仿毒與防災的知識 在這邊讓我學到如何 就是讓救活別人 就是別人昏倒的時候如何救活 然後學會滅活系如何使用 還有CPR 還有防毒 很好玩 就是那些有一些有獎針達 還有教我們火災 還有別人逆水的時候要怎麼做 隨著暑假的到來 許多學童都會趁著暑假期間 跟朋友出門遊玩 而入住區警心理 為了提升學童的防逆 防災 防疫 以及拒絕毒品等正確觀念 因此特別請相關單位舉辦講座及體驗活動 期望要增進學童的應變能力 請心理在今天辦理了一個國小 國小二年級一直到國小六年級的一個 反毒宣打以及防疫宣打 甚至於防災的宣打 藉由暑假期間小朋友 可能在跟同學或者是朋友接觸會誤導 所以我們藉由今天的機會來宣打 藉由這次的宣打 然後我們要向下扎根 在小朋友對於防災的最基本的嘗試 以及訓練應變能力 另外還有在我們的防疫 怎麼去做到最確實的防疫動作 如竹區警心理透過在暑假期間 邀請里內補習班的學童 一起來到光明活動中心 參加防災體驗講座活動 希望要藉由從小教導正確知識 讓防災及救生觀念能夠向下扎根 藉此保護學童的生命安全 記者們終討論到一步